男人的扮演者 也是我们都在做一个视频人 白鱼是白鱼琴 我们请这三位先摆个pose拍照片好不好 对 你们根据各自的人物关系 我觉得可以有一些造型 怎样的呈现给大家 OK吗 好了 谢谢 好 谢谢 来 我们首先要跟我们的制片人 白鱼女士来分享一下 因为在电影中呢 是演的人物 Alice是一个白素美 在现实生活中呢 白鱼又是集演员制作人 出品人为一生的 名副其实的美女老板 所以想问一下这次是用什么打动了我们所有这些今天到场的 还有我们没有到场的那些偶像加实力 肯定兼备的非常优秀的演员团队是拿什么来吸引他们的 这个音乐要问他们了 我觉得作为一个电影人 不论是台前还是梦合的人 大家都有一个相同的目标 就是能做出一个好的作品来 所以我觉得作为这部影音的制片人 在最初的时候还是要做出一个好的故事 在故事中有好的人物 他们有立体的不同的侧面 我想用一个故事是能够真正打动一个演员的 这是我自己的一个看法 另外我认为我们的这个故事本身 故事中的人物 顾斌 在那半年的顾斌 同样半年的周平 他们其实是和现实生活中的这些年轻人 是能够产生共鸣的 他们经历着现在的这个时代 他们面临着理想和现实的碰撞 我想可能这两遍就是 现实的共鸣和一个好的故事 应该是能够让我们所有的电影人 能够产生共鸣的一个作品 所以刚才我一开始就说 我们这是一个高概念影片 这高概念是什么意思呢 为我们解读一下吧 其实高概念影片的唱作来讲的话 就是在有限的时间和空间下 主人公要完成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这个是一个比较典型的 好来无论类型片的一个梦式 High Concept Film 这个在美国的近些年 已经是非常非常受欢迎的一种类型 对 那么它有一个好的地方 就是在于说 它可以把一个故事推到极致 那么给演员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表演的空间 在一个极致的环境下 它可以有一个最剧烈的一个冲突 然后让它的节奏环环相控 对 就是戏剧的张力 张持到最大限度 对 然后我们剧中每一个人 好像刚刚我们都有一个早晚题 我们看一下这个白月眼的 Alice她的早晚题是怎样的呢 对 剧中的白 你自己的那个叫什么 Alice的 白凤梅怎么了 富二代就没人性吗 对 来你跟我们解读一下你的这个 你来一遍我觉得可能会比较准确 我这个就属于念字了 白凤梅怎么了 富二代就没有人性吗 理想是你们的 纯爱是你们的 但早晚都是我的 哦 这是剧中的早晚题对吗 对 其实剧中Alice这个人物 还有一点点的不同的是说 其实他是一个敢爱敢恨的一个人物 他为了爱 他可以做得很极致 但是其实我们现实生活中 也有很多这样的人 他们在爱情面前 虽然他们觉得他们拥有了一切 他们觉得有些东西是他们可以新手边来的 但是在面对爱情的时候 其实他们还是可以最真实的去投入的 所以我们这也是在这个影片中 我们想做到一个更立体的一个人物 嗯 所以那你本人的早晚题是什么呢 我本人的早晚题 我本人的早晚题就是 制片人怎么了 拍电影就一定是玩票吗 基本是你们的 投资是你们的 但早晚就是我的 哈哈哈哈 来 掌声鼓励一下 来 掌声鼓励一下 鼓励一下 其实因为一部电影啊 真的要付出很多的心血 今天我们在这看到的都是最光鲜的那一面 呃 但其实背后 特别是作为制片人啊 要投入的精力 体力 耐力 他持续的时间其实是非常讨厌一个人的 所以特别想知道最后问白鱼这个问题 就是在整个的制作过程中 从最初的筹备到现在这个影片 终于顶于7月19号要跟大家见面了 在整个各国的过程中 有哪些收获是可以在这里跟大家分享的呢 我觉得在整个的这个影片的创作过程中 其实也是我个人的成长的历程 在和宰摘 还有童谣 还有所有的主创 大家一起合作的过程当中 让我看到了宰摘的经验 童谣对于角色的认真的挖掘 然后大家面对拍摄的时候 可以全真心的来投入 我觉得这种对于工作的态度 是对于我来讲 更让我坚定了一个信念 就是如果你有自己的理想的话 坚持认真的去对待 走下去有一天你会能够去实现 还有一点对于我来讲的话 其实做完这个片子以后 让我有一个非常大的感触就是 做一部电影其实就是一个创业的过程 而对于我来讲 回国创业其实也可以拍一部电影 所以我觉得在做电影和创业的过程中 让我们都一直的能够坚持下去 在这条路上我们能够找到更大的幸福 谢谢 谢谢 来我们谢谢 掌声给大家 对 就其实真的做一部电影蛮难的 然后但是索性的是能够得到这么多的支持 不管是我们的主创 我们高高命令的力量的支持 那接下来就得说说童谣了 因为我有朋友之前已经看过这个影片 然后跟我特别兴奋的说 哇 在那里面我看到了一个不一样的童谣 演得太棒了 对 所以今天要跟童谣好好说一说 那我其实本来想问一下你们的人物关系 但是我感觉好像因为你跟仔仔穿的都是黑色 就白鱼穿的都是红色 所以人物关系是不是就一目了然呢 嗯 对但我猜的是对的嘛 那你猜的是什么 对 好像你们两个是一口了是吗 嗯 算 对 真的 那你来公布一下正确答案 你们的人物关系究竟是怎样的 呃 其实我们在片中半夜 呃 咱咱是我大学时候的初恋 然后呃 白宇 白总是她现任的女朋友 那人家是一头的呀 哈哈 但是后来有逆转 哦 真的啊 好我们法律 风回路转 哦 真的啊 我们要留点悬念出来啊 对 所以那呃 呃 你的那个剧中的名字叫周婷 周婷 是吗 周婷 对 就很男性化的一个名字嘛 对 其实她原来在大学的时候 这个女孩叫周婷婷 哦 呃 可是为了让自己能够更加坚定一点 呃 她后来改名叫周婷 所以周婷的早晚婷是什么呢 呃 周婷的早晚婷是 呃 励志节怎么了 创业叫被虐吗 呃 孙妍是你们的 王子是你们的 但早晚都是我的 嗯 好 其实剧中的这个 呃 周婷的 这名字太男性化了 周婷的早晚婷 对 其实呃 如果只是台上三位的话呢 那这就是有点三角恋的关系 对吧 呃 前任 现任都是围绕这个宅宅的 对 但其实据我所知 但是宅宅还是有一个情敌的 对吗 哈哈 情敌今天不敢暂时隐身 对 她不敢来了 这个情敌呢就是刚刚 呃 让我们三角恋花首先为难了她们 让她们去选的那个曹允金 来 我们今天看一下曹允金她 因为有工作的关系不能来到现场 但是她也特意录了一段微笑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